玩过炸金花的都知道 你只要一闷牌 那么这个牌局就要精彩了 就要精彩了 要不老板 杨老板是个闷牌啊 小盲位的两个问号牌 仅仅是平尻啊 咱们来看看这首 对A对阵小盲大盲 杨老板是什么牌呢 对A有位置打击这种面 它还可以了 虽然有些湿润 但是它有位置 可以先观察别人再下桌 15缝掉 这手牌大概率A要输啊 Q 如果是90的话 就是八九十勾圈K 不是八九十勾圈 为什么要有K呢 好 绕五楼板主动打 又会尻哦 这个面挺危险的 看着 这一张牌 非常以为 来看盒牌 草花 没发出草花 说实在一张勾 A非常的不喜欢 因为别人跟你可能是有顶对在跟你 又发出一张勾 其实发出Q比勾要好 毕竟Q是转牌出来的 这牌不好说 不知道我老板是有牌还是投机 大概率是个中注 别给我面子 来个十万的注 八万五 还是给了我点面子 满池 接近满池的下注 很难说 他到底是有牌还是买牌失败 还是什么买花买顺失败 这怎么判断呢 这真的不太好判断 八万五 又是个极端范围的下注 赢一些比如什么五六草花是吧 赢一些类似于这样的牌啊 六七是吧 七九 转牌发出Q 让我老板烦主动下注 偏向于气牌 我觉得偏向点气牌 让我老板不像投机 我觉得 这牌很难说 这牌真的很难说 我觉得老板 就是单从牌没有那么好判断 从老板 让我老板下注的频率啊 尺度 他悠闲自得的状态啊 向右排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正更多的是观察观察人啊 他下注的频率啊 就是他下注的时间的频率啊 转牌小盲位开始很自然的反主动下注 其实从节奏而言 我觉得他绕我老板向右排 输入法出来了 哦 负掉了负掉了 高手所见掠探 七八九 是投机吧 是投机啊 咱刚才说七九这手牌了吗 是吧 咱读这手牌了吗 咱读五六草花是吧 六七七九 是吧 咱读这手牌了 咱读到这个牌了 但我觉得应该是副牌啊 太自然了 偷鸡偷的太自然了 就是功力啊 偷鸡偷的很自然啊 咱读到这手牌了啊 什么 读到这手牌了 我觉得单从牌 你很难判断 他是偷鸡还是有牌啊 但是我从他的一些下注的尺度啊 频率啊很自然 你知道吧 很流畅 你知道吧 如果这就是他打的好是吧 真要打的好 让给他吧 真的要我老板打的好是吧 还偷鸡偷的真的很自然啊 你有牌打价值的时候好打 你知道吧 你认为你是领先的 那时候拿价值 你就会下注很自然啊 但你偷鸡就是不一样 是吧 你能偷鸡跟打下注似的 那么下注自然的那种频率啊 时间上面的把控是吧 那个 这就是比较难了 这颗牌 打一下 一万 七千 谭学负了 谭学玩个手机 他玩个手机吧 我就想打个中注 刺激他一下 你知道吧 就打个一万 他信息 烟不在心上 他很容易 你打他负了 我 哦 这吃的什么 试利亚 巧克力画夫 我家里来买这个鲨鱼 上面画个鲨鱼的这种巧克力 小四 其实在八人桌 要玩得紧的 就正常而言 可以不玩 小队子 这里边安地加注到五千 哦 碰见九九了 九九尻了一下 石钩 这进来挺好的 但石钩进来 你要打的时候 中石中钩都小心点 前面容易有 一石一钩 就你中了顶对 这石钩这牌 得小心一点 多元地石啊 四不带好发出来 上面有个四五 翻牌翻牌翻牌 落什么呢 我 美女微信多少 下去先吃个饭 再交流交流 我今天对你发牌 有一些想法 想问你聊聊 哎呦九 我看那个数字 是个四边 我以为不是的 我看这个数字有点少 你知道吧 没有这么老多 花比较少 你看那个九好像好 没有那么多花的 刚才侧面一看 四边是吧 这种是四边是吧 要不老板 是吧 有梦想 谁都了不起 发出个Q爆炸了 反过Q其实没有那么吓人 还是卡顺 卡顺 这种卡顺 隐蔽性很强 隐蔽性比较强 这张六其实三条九 非常喜欢 改变不了任何的局面 而且黑红花片一样一张 没有花 没有后门花 副调不买了 第一条街轻点我还买买 是吧 第二条街 这底池 地基太厚了 你随便一打 也不能叫地基 反正多了 你再一打他就多了 你打一块两块的 他最大也打不了多少 什么 你打这一千两千的 最小他也小不了多少 是吧 两个对比 你打一块两块的 很难打个什么 一千两千的底池 你打一千两千的 忙着我就是一千 基数太高了 我打一千两千的 我打一千两千的 这一千两千的 我打一千两千的 我打一千两千的 一千两千第一 哎,情况还行,庄位没进来,对忙住,哦,谭轩要赢下来这个地区,K不到会不会防守,K完全能防守,但他不立位,哦,这不偷一下吗,谭轩,哎呦,这没偷一下啊,因为谭轩这牌没有摊牌价值,三七打了,谭轩,瑞斯一下有没有的说法, 现在还有瑞斯的空间,Cull肯定是特别差的选择,翻牌是一个投机好的机会,但安地挺强硬的,这种人你不好剥削他,就是你不好操作他,其实剥削这个词儿其实不太合适啊,应该德州库克,其实是一种操作, 其实一般德州库克没有什么,就这些高手的啊,少一点啊,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剥削的,他是利用音速你知道吗,出现对你有利的音速,然后你去做出你合理的行为啊, 像刚才谭轩,其实他瑞斯,他能演一下,他有Ace的,是吧,看看你有没有四,我Ace藏一手,我转牌,哎,你突然下桌,瑞斯要看看你有没有四,是吧,你忙住喂,他能讲这样的故事的,你知道吗, 其实你说是不是剥削别人,这不能,他要瑞斯其实也不是那种剥削啊, 紧弱,你可以剥削一下他,是吧,你要碰见紧弱了,是吧,你可以剥削一下他, 其实也是一种,因为他打牌有漏洞,是吧,你利用他的漏洞再打他, 其实还是利用,利用有利音速啊, 我看过套哥大牌就是,他前边,他拿个A3,前边那个人进来了,他说我三拜他一下,看他什么反应, 套哥一三拜他,他弃牌了,这就是有点,也是有点剥削那个性质,反正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好说啊, 反正套哥就说,哎,下把,套哥又拿个什么A什么牌, 然后又三拜他,他又剥白了,我说,反正套哥会说又三拜他,他又剥白了, 我说这个人,我看看他能怎么着,这有点剥削了,你知道吗, 但是,反正就大概这种意思吧,和前面点意思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吧,其实,整体而言,其实不偏向于剥削这个词的, 更偏向于,你利用别人的漏洞,是吧,反正是利用他的弱点去打他, 啊,那套哥一三拜他,那人就起牌,一三拜就起牌, 套哥自己都觉得他有点过分了,但是还要三拜他一下, 就好像项羽打那个,想像居禄之战,打秦国是吧, 那项羽军队秦国二十万军队,项羽五六万军队, 打正拼,拼起来打不过,是吧,很吃亏,也不一定打不过,反正很容易吃亏, 那秦国正规军,那是大马大盔甲,是吧,好马好盔甲, 你正面和他打,你军队比他少,是吧,三分之一的军队, 很吃亏,反正项羽就突袭,突袭,半夜突袭,杀一个来回回来, 是吧,杀了一万秦军,一两万秦军,项羽看,这个突袭挺好的, 挺管用的,反正第二天晚上项羽又突袭,又成功了, 项羽说这还能再成功,这还成功,到明天晚上再偷袭, 就这么一下子,连续偷袭了八九回,你知道吧, 然后把兵力,两个军队兵力差不多了,项羽可能也没有五六万那么少, 可能七八万,反正杀了90个来回,杀的差不多了, 然后项羽正面一打,谁能打得过,楚霸王,是吧, 没有人能在军队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和楚霸王正式的打军事战争, 能打过他,韩信也打不过,饶了,正式的就是两军正式的打军事, 没有人能打过项羽,项羽无敌的,他真的是无敌, 项羽三大战术是那个上个世纪末,三大最强的战术, 王阁第一啊,谭宣还是输的最多的,但捞费了一点, 记得前边看好像输60万,现在输43万, 项羽的三大战术,斩手行动,就直接斩你手, 绕后突袭,是吧,德国要过马其诺防线, 然后突袭你,是吧,有点类似于游击的,是吧, 怕打一下你,我就跑,他两万铁骑,是吧,几万铁骑, 哎呦,咱刚才在旁边站着呢, 是吧,咱们还说项羽这三大战术,你说你怎么打, 你没法跟他打,说实在呢,无敌我, 是吧,你用战术打他,他给你来个绕后突袭或斩手, 你都很怕我,就很难,就项羽的战术特点, 你很难用战术去针对他哦, 哎,不过那个时候,楚汉争霸有点可惜的就是, 韩信和项羽,他俩没有在兵力差不多的情况下, 两个人没有正面打过,你知道吗, 他两个人可能都有点忌惮对方, 就他俩从来没打过仗, 很难,很想知道他俩要打谁能打过谁, 最后一战是项羽兵力太少了,项羽十万军队, 韩信指挥七十万军队和项羽的十万的疲惫之时, 打了项羽军队还是疲惫之时, 那么的项羽没打过, 不过差点斩首行动, 斩到了那个,就是, 刘邦呀,刘邦和韩信, 两次你知道吧,两次, 我的韩信说,邦子,掩护, 掩护哥,咱们快逃吧,项羽杀过来了, 七十万的军队在那边挡,挡不住啊, 项羽要不是疲惫之时, 不一定怎么样了, 项羽其实他是输在别的计谋上, 他什么离间计啊,反间计啊, 什么这种的, 后面项羽又东, 反正他就是树敌有点多, 还是亲戚吧, 不是,厉害的人, 然后他又被他什么, 给赶走了, 比如那钟离妹啊, 打仗很厉害, 项羽三大将之一啊, 对项羽忠心耿耿, 但是那谁啊, 出了个反间计, 送点黄金什么的, 出反间计那人, 原先也是项羽的谋士, 被项羽赶跑了啊, 项羽是输在自负上, 但他那时候那么强的人, 他有自负, 是吧, 他一辈子很顺利, 他自负很正常, 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人性, 项羽主要是他当时就称王了, 那会儿比如红梅燕是吧, 他那时候实际上, 想当皇帝又能当皇帝是吧, 都过来, 把军队一人拿三分之一到我这来, 谁敢不拿, 不拿我项羽灭了你, 是吧, 他那会儿能称王建立制度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做这一点啊, 那时候第二强的刘邦来了是吧, 项羽叫你来, 你就得来吃饭, 你不吃饭是吧, 他就能把你灭了, 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建立制度皇权啊, 他就封个王, 他有个特别强大的敌人, 就是他封王的时候, 忘封那个人了, 完那人生气了, 反项羽, 那个人还贼厉害了, 项羽那人其实整体上还不错的, 他也没有猜忌功权, 像钟林妹他也没有杀, 是吧, 他那个义父叫什么范曾, 范曾骂他, 什么数字不足预谋, 是吧, 就是骂他, 我没验, 项羽那时候都实际上能当皇帝的人了, 最强的人, 但是范曾骂他, 他也受着, 是吧, 他可能不高兴, 但也不支撑, 是吧, 其实他那时候还是那么强大的一个人, 那个时候他还是比如孝道什么的呀, 是吧, 那时候他叔叔嘛也是, 是吧, 还有他很强大的时候, 他觉得别人要反他, 他就是不搭理你, 是吧, 要你自己走, 反正就走, 他也没有杀人什么的, 其实项羽那个人, 总体上他人品还是可以的, 他就是有点自负, 有点瞧不起人, 你知道吧, 但是他那么强, 他确实也可以这么做, 对吧, 还能来看那手牌, 这手牌是个精彩牌局, 问号牌局, 他又来了, 我又是AA吗, 王哥危险了, 这时候情况下, 哎, 容易输, 三败特, K狗跑, 问号靠, K狗没什么好玩的, 他只投入4000, 没有必要把自己打到一个艰难的局面, 是不是这个牌要打瑞茨这个300底时, 他性价比很低, 中了顶对什么的也不好拿价值, 你但被压制了输了很多, 就是他是一个性价比非常低的牌局, 现在进去啊, 咱们来看这手牌, 来看翻牌, 哇, 狗黑两对, 再别说了, 再别说了, 哎, 没位置, 打一下吗, 都行啊, 这个面虽然没有那么湿润, 但是他会有一点风险啊, 主要怕再发出个什么10啊, 是不是就和高K相关的, 有点怕这个, 他不怕高K, 他怕再发出一张和高K相关的牌啊, Q也是相关的牌, 就是类似这个意思是吧, 这有点怕了, 这可以考虑过一下了, 因为野人的后手筹码也非常的多, 有32万, 是吧, 现在值得空下池, 你再打你就没有信息了, 你是领先落后, 你现在不知道, 是吧, 你要真打你落后, 你现在把底池打得太大了, 合牌输光, 不是特别好啊, 你过牌, 是吧, 你先看看对方怎么动, 是吧, 看看他的信息, 多获点信息, 现在打就会有些盲目啊, 现在你很难有信息, 野人那是什么样的牌啊, 要打吗, 不好打, 你说打多少柱吗, 多少柱也不好下, 你下个轻柱, 别人瑞斯你怎么办, 还是要试探一下啊, 他下个轻柱, 你下个轻柱, 你说这个时候别人瑞斯你一下, 不王哥可能也想好了, 这个牌面相关性彩虹面是吧, 可能不太好瑞斯, 但是我觉得下柱还是不太好啊, 就是下柱这个底池太大了, 你不到你领先还落后, 有危险的时候可以控制啊, 完一个也是获得信息, 发出一张无关的5啊, 这张5不影响局面的, 哦, 这张5还是影响局面的, 这让王哥赢两对了是吧, 如果别人什么勾KQK两对, 王哥现在是A55的两对, 比对方的两对要大, 还是改变了局面的, 要不下个8万是吧, 混合型下柱, 就价值柱, 阻止柱都有, 玩一下个8万5比如这样的柱, 或者11万吧, 别人也没有那么好偷你啊, 这手牌比较纠结了, 转牌发出一张A, 很危险, 对A很危险的牌啊, 看看王哥怎么处理一手牌, 合牌怎么处理, 合牌这也是不好处理啊, 我觉得还是可能下柱好一点啊, 这个时候下柱好一点, 真的别人要真的偷鸡你, 比如说说实在野人这个28万, 他梭哈偷鸡, 这是很难处理的啊, 下个重柱, 还是主要偏向于打价值啊, 感觉还是在打价值, 因为他这5发出来不怕两对了, 他在打价值啊, 野人如果尻, 王总就有可能赢, 这里边野人如果推回来, 其实王总不太可能赢, 推回来我就觉得是喵的葫芦和顺的, 他要适合两对是吧, 两对他可能会尻一下, 什么QK两对, 狗K两对, 会尻一下, 转偷鸡, 现在野人有转偷鸡的空间, 但是这15万真的是, 王格的牌力会让, 会感觉比较强啊, 野人的视角, 会感觉王格的牌力比较强, 这可能跟不了啊, 跟不了可能, 因为我觉得两对他不会推回来, 两对这牌尻就好了, 打这么大, 他不会推回来啊, 是吧, 两对你没有必要推回来, 两对你怕很多牌是吧, 而且别人如果是, 也没有那个, 反正就是有些顺子吧, 有些什么按三条也有可能啊, 你要说五, 有没有可能有种玩个A5, 是吧, 有些两对他尻就行, 因为15万5000, 两对你要想拿价值, 这个价值已经足够了, 是吧, 你不用再去冒着风险, 去拿后手的那个, 13万的筹码, 是吧, 要不就是野人发现王哥, 那转牌下得太轻了, 有漏洞是吧, 你转牌下四万, 你给买牌很好的赔率, 是吧, 勾圈K, 野人觉得是漏洞, 觉得你不是A10这种牌啊, 不是A10, 10, 九钩, 90, 是吧, 整体上我觉得, 不像头级啊, 像真有牌啊, 而且彩虹面啊, 没有买花, 只有买顺, 而且是3Bit底持, 是吧, 说实在的, 我真的觉得, 就是像葫芦多一点, 然后A10也, 葫芦吧, 葫芦多一点, 我觉得A10也有可能, 为什么我觉得A10也有可能呢, 就是, 因为它是盲住我, 你知道吗, 大盲位你Race我, 我A10有可能用A10打三, 防守3Bit的, 这个牌啊, 这个牌其实我觉得转牌还是控时好一点, 那个牌你说你下个四万, 下的挺轻的, 别人那时候他半偷击你, 他Race你, 你也不舒服, 是吧, 就是你被Race了, 你还落后的挺多的, 比如别人两对Race你, 什么这那的Race你, 你下四万别人Race你也很难受, 所以我觉得王哥那个牌, 他转牌过牌比较好, 主要也能看看对方的行动, 对方的思考的时间, 下注的尺度, 他过牌还是下注, 多获得点信息, 因为那时候已经危险了, 你对A已经不太好确定自己是领先还是落后了, 是吧, 从概率学上而言, 其实A领先的概率还是大的, 但是他风险也大了, 那个时候, 他一旦落后, 他的风险也大, 所以我觉得转牌过牌比较好啊, 这手牌, 上手牌咱又猜对了, 对钩啊, 我觉得像葫芦, 你知道吗, Race在想A10, A10也有可能是A10, 包括90吧, 是吧, 前面讲项羽讲讲好, 大家说德州不是讲什么项羽, 不爱听的走了, 后边这首咱们的精彩分析没看着啊, 就是下4万那个, 就是转牌那个王总下的比较轻这个漏洞, 就是你发现他的牌不强的漏洞, 他会比较小啊, 而且有可能是A10这种成牌, 是吧, 90他故意那么下轻的, 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啊, 所以那个漏洞, 不算一个很大的漏洞啊, 一点点, 然后有一点点漏洞, 好了, 咱们今天视频, 这个视频到这儿了,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集已经看见, 我们下集完, 谢谢大家